12月9日 國際評級公司為預預將中國恆大及其下子公司的債信評級 從施下調至限制性違約 這是恆大首度被列入違約者層級 這意味著恆大已經正式違約 但尚未進入任何類型的破產申請 清算或其他會停止其運營的程序 此舉可能引發該公司192億美元債務的交叉為約 彭博社報導 恆大指公司警程有限公司發行的兩隻美元債的寬限期 12月6日截止 但沒有付款 其中一筆2022年到期債券的應付利息為4,190萬美元 給另一隻2023年到期債券應付利息4,060萬美元 惠玉最新報告稱由於這兩隻美元債利息在30日寬限期結束後 卻仍未償還付款 因此將其降級為限制性違約等級 《紐約時報》分析 惠玉將恆大降級並不出乎意料之外 不過這個非但沒有解決這個房地產巨頭的命運 反而引發了更多問題 恆大的下一步如何走?破產?迅速出售? 還是照常營業? 一切仍然是未知數 在美國和很多地方債權人可以迫使這種公司進行某種形式的重組? 通常是在法庭上將其分割 但是在中共的治下一切都是未知數 截至今年6月 恆大的總負債共超過3,000億美元 該公司長期以來被很多投資者視為大到不能倒 因為這麼巨大量體的公司 如果突然解體 會讓中共政府自稱的有能力處理經濟面臨的威脅 成為笑話 協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